朋友们大家好 大波奇皇朝秘史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 为什么说王莽他是一个穿越者 王莽灿汗是一段很有争议的历史 之所以有争议 主要是因为王莽当权时曾发布的政令 曾做过的装装渐渐的事情 好像完全超越了当时的时代 比如奴隶制度上 面对这个封建社会的必然禅物 王莽却破天荒地提出 禁止买卖奴隶的措施 这也是现代人权思想的一种体现 另外王莽发明的游标卡尺 跟我们现在使用的游标卡尺 几乎是一模一样 另外一些史书上还曾经提到过 王莽曾经尝试制作过飞行器 虽然最后没有成功 但是这穿越者的思维 却给历史留下了巨大的疑惑 而且这其中还发生过一件事 王莽的二儿子杀了人 而且还是一个家奴 这在封建社会里发生这样的事 那是再正常不过的 挖个坑把那个死了的家奴 给埋了就完了 然后再给家奴家里赔点钱 也算是做到仁至义尽了 就算是想通过这件事来博取名声 大不了学学草草 割发带手走个过场也就算了 可王莽怎么做的 直接让自己儿子自杀了 那么这种人权上的重视和平等 说不是现代思维 只怕古代人都不会甘心 这王莽呢一向简朴 而且还让太后带头 拿自己的钱救济百姓 北方水在宣岛官员不施酒肉 南方汉灾带头安置灾民 把皇家在安定郡的胡池院 改名为安民县 救济灾民 还建了一千多套的房子 另外王莽的经济思维呢 也有很多现代人的作风 比如控制物价 禁止商人炒作 并为农商提供国家贷款 甚至还有丧氏祭祀上的无锡贷款 所以啊 各位您瞧瞧这一桩一剑 这种超前思维 您说王莽到底是个古人呢 还是一个穿越者呢 好了 本期大波齐皇朝密室 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下期我们聊一聊 三国的人民为什么大多是两个字呢 欢迎在大波齐皇朝密室下方点赞 留言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 咱们下期再见